大家好我是小屁 台服天堂院2月28號的更新預告 已經在官方粉專釋出啦 這部影片就是來看一下 本週台服天堂院改些什麼 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第一個活動是怪物圖鑑 那上一次的韓服的怪物圖鑑 就是基本上是沒變的 就跟上上次一樣 那這邊我就不再介紹了 再來就是92級的達成慶祝活動 有BUFF銅像跟紀念道具販售活動 還有紀念特別Push 那這三個的話都跟韓服是一樣的 韓服也有銅像販賣跟紀念特別Push 但是內容物的話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一樣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當初韓服的這個BUFF銅像 紀念道具販賣以及特別Push 送慶祝禮盒 這個慶祝禮盒 打開的話就會獲得 救護證書三個 龍水三罐 純白三盒 22抽 神秘抽 以及1抽 高級 聖物抽 還有慶祝鞭炮三個 跟 成長藥水10%三罐 再來就是到8月2號之前 組成會有這個92等的慶祝雕像 點下去就會有BUFF 他的效果是靜遠魔商加1 減商加1 PVP減商加1% 跟經驗加3% 在前程會出現92等的玩家MPC 那你可以花100天幣去跟他買這個戰鬥支援箱 那戰鬥支援箱內容物的話就是龍珠5顆 三張戰捲跟一張防禦強襪卷 還有三個鞭炮 60等以上可以買 好了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台服搶先看啊 那稍後之前韓服已經有公告了這個特別的犧牲PASS 下一次大概應該是死神八九不離死啦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一下我介紹的韓服更新影片 我附在留言處 那也記得去參加小屁的抽獎活動哦 歡迎加入小屁的社群 我是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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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屁在你裡面 有很多市民 begun 請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